花蓮市公所举办了员工新春联欢餐会 及资源回收宣导活动 市长魏家彦亲自颁发了表扬市政有功的人员 以及个理环境清洁竞赛获奖的单位 他也感谢有大家的贡献和努力 共同组成了坚强的市政团队 让花蓮市持续的向前迈进 花蓮市公所新春联欢会 由幼儿园的老师们任务开场 引爆现场的欢乐气氛 市长魏家彦也带领科室主管向台 向大家赫税祝福 并勉励同仁们新的一年 要继续努力提升卫民服务的效率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昨天是我们市场所的尾牙 今天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尾牙 真的很感谢大家过去一年来 那给我们市民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在业务上 活动上 建设上等等 那我们都全心全意的去投入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希望今年度的我们的一些市政的一些推广 还是要拜托我们所有各单位的一些 不管是在承担业务 或是我们的很多的里长 或是我们的很多的议员代表 我相信市政的建设 我们持续的在努力 持续的在进行 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议员 代表也给花蓮市公所持续的支持 那尤其是在经费上的鼓励 那也要谢谢代表会给我们 给家宴还有我们整个市公所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也希望说今年我们持续听 让市民过了更好的生活 市长为家宴亲自颁发感谢状 表扬市政有功人员 获奖人员包括了市政咨询委员会 调节委员会 还有各个社区寻守队等 总共有49位 而现场有许多位的县议员 市民代表 还有机关首长都受邀出席 很多贵宾都赞助了丰盛的摸彩品 希望可以让每一位同仁都抽到奖项 场面热闹又欢欣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